仙子李子柒生活照被助理公开 称翻车现场吗 仙气全无 很多人心中李子柒都是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仙女 虽说她是一个美食博主 总是在灶火旁打乱 但是最终通过视频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李子柒却是仙气飘飘的样子 所以令人觉得心疼的还是那些在视频背后的故事 通过李子柒助理晒出的照片就能够看出来 即便是生活在大山当中的李子柒 在上山踩石材的时候也会不要心摔倒 助理还表示是因为背后的主篓救了她一命 仙子李子柒生活照被助理公开称翻车现场吗 仙气全无 很多人心中李子柒都是一个不是人间烟火的仙女 虽说她是一个美食博主 总是在灶火旁打乱